第38集 第39集 这笔字啊实在是太差了 写得乱七八糟的 有的地方呢还甚至写串了行 而且还将阿弥陀佛的陀写成了骆驼的陀 因得非之子齐王李佑 自幼淘气还不爱学习 近年来更是顽劣任性 比起太子成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世民也多次下诏训斥 可实在就是不改 或许是随了母亲的性 大大咧咧 粗书帅性 因得非是丝毫不以儿子没有才学为耻 反而是大感欣慰 佛祖不骑大鹏金翅 盖骑骆驼了 诱儿啊 你可真能逗娘开心呢 自虽不好 毕竟是孩子的一片心 笑过之后 因得非又开始摘身上的珠宝 往塞给妹娘 这次 妹娘笑嘻嘻的没有拒绝 她越来越喜欢因非了 跟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交道啊 那是最愉快的 妹娘甚至觉得 自己的性格与因非有些像 可是 人家入宫甚早 即便是与李家有仇 也生到了似妃的位置 还生下一个儿子 可以帮忙保住富贵 而自己却生不逢时 妹娘笑够了 辞别了因非 这才往烟前飞出去 新年之际 姐儿俩说说知心话 也算是一点安慰吧 刚到宫门口 就见表姐的婢女 笑呵呵地迎了过来 我才认 娘娘派人到处找你 您去哪儿了呀 哦 各处拜拜 快来快来 您看看呀 是谁来了 妹娘懵懵懂懂 被婢女拉扯着入殿 见嫣妃穿着端庄华贵的礼服 却没做正做 而是斜聚胡床 恭恭敬敬地陪着一位坐上客 那是一位老妇人 身材瘦靴 白发苍苍 但是却精神绝朔 腰板顶直 穿着一身外命服的礼服 略有些旧的礼服 衬托出她的气质出众 那微蕊的锦绣花垫 光滑的刺绣腰带 仿佛长在她的身上 超凡脱俗的贵气 似是与生俱来 并未因衰老而减退 反而是因为岁月的沉淀 而越发的庄严 美娘从门口看不到她的正脸 但是那精干的身影 乌木溜金的发簪 还有那腕上的檀木念珠 美娘记忆犹新 在无数个夜晚都曾经梦到过 娘 美娘颤颤巍巍地叫了出来 她想一头扑到母亲的怀里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但是强烈的执念 还是将她给绝住了 杨夫人轻轻扭过头来 真是令人意外呀 岁月虽然把她的满头青丝染得灰白 但是却未曾在她的脸颊 刻下多少皱纹 甚至不像是六十多岁的人 看到女儿的那一瞬间 她的脸庞微微地颤动了两下 眼中隐隐闪过一丝泪光 却随即恢复了平静 只是轻轻地呼唤了一声 赵儿 千言万语 宁爷在喉 母女俩无声地对望着 直至一旁的烟贤妃 轻轻道 妹儿 坐下慢慢说 我还有事啊 就不陪你们了 说完 她慢慢地夺出了房门 妹娘这才缓过神来 当即跪倒在地 孩儿给娘叩头 起来 你如今是皇帝的内宠 不必施死大礼 但是 妹娘依旧重重地 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这才起身说道 深宫隔绝 不能尽孝 女儿平日便是想给娘磕头 又岂可得呀 杨夫人的脸上 站出了一丝无奈的笑容 你平平安安 娘便知足了 妹娘紧靠着母亲坐下 我还以为自己做白日梦呢 娘怎逢机会进京啊 母亲毕竟是英国公夫人 国之命夫 入宫相见倒不成问题 但是 这种机会 只会在逢年过节 皇帝准许后宫探亲之时才有 而且 是无法入夜庭 只能在贤为这里相见 令他不解的是 长安闻水 道祖相隔 母亲一见女流 怎会到京城来呢 难道是 元庆元爽他们升了官 若经朝见 邪宁而来的 哼 杨氏的脸上 慈祥全然不见 露出不懈的微笑 你指望那般无财无德之人生官啊 等下辈子吧 两年前 你的两位伯父 五世冷五世让 相继过世 门庭冷落 越发不成样子 娘想念你 就搬到长安来了 妹娘默然想起 是先皇赐给父亲的那所宅邸吗 正是 原先他们不是不让咱们住吗 你入宫侍奉天子 他们还哪敢得罪为娘啊 以后啊 娘就住在京城 咱们母女也多些相见的机会 岂不更好啊 其实呢 住在京城也未必如何 宫禁森严 重重阻隔 今日这等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 可是 即便如此 美娘已经很庆幸了 她拉住母亲的手 娘 这些年 你过得可好啊 好啊 吃得饱 穿得暖 事事有人伺候 闲来佛前祷告 有什么不好的呀 前几日 我说要到京城来住 远爽吓坏了 生怕我找你告状 特意派了十几个仆人 侍奉 这一路上啊 真的吗 虽然杨氏说得轻巧 可是她骗不了女儿 妹娘正紧紧握着她的手 那曾是一双多么柔软的手啊 除了烟粉 笔墨和佛经 几乎什么都没摸过 她仿佛天生 便是高贵的 充满暖意 充满温暖 充满谈慕佛珠的香气 而如今 她却生出了老茧 皮肉干瘪 骨节凹凸 这绝非是享福之人之手啊 拥有这双手的人 分明是吃过苦 受过累 洗衣做饭 缝缝补补 饱经 风霜才对 您千万保重身体啊 这是妹娘唯一能说的 放心 为娘硬朗得很 好歹有几个仆人 老宅 已叫他们打扫得干净 你唐舅也送来民钱 这两年哪 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没什么不妥 昨天我还去了慧昌寺 拜佛烧香 替你祈福呢 妹娘听说她一个人生活 属然想起 小妹 去年出嫁了 妹夫 姓自明谁 姓郭 叫郭孝慎 杨氏的目光 从女儿的脸上移开 美娘继续追问 是何等人家 这宫中的树啊 是真好看啊 杨氏顾左右而言她 却见女儿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只能如实道来 郭家 本是闻水本土之人 虽为仕途 倒也算是书香门第 开国公爵之女 洪农杨氏所出 竟然沦落到嫁与香绳之子 妹娘深感不分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又说道 这桩婚事 莫非又是那善氏婆娘 从中作宝吗 不错 不过呀 女婿我提前相过 仪表堂堂 是一个老实的读书人 你妹妹呀 受不了委屈 她虽没有祖上的恩应 在县里乃至州里 也是小有名气 已被地方推荐 今年哪 要来长安考科举了 妹娘算是彻底 明白母亲的处境了 她们姐妹仨已经出嫁 母亲留在文水五家 也没什么意义 自己身在宫中 无论受不受宠 在圆爽她们看来 都需顾忌 她们和继母的关系 早已破裂 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 彼此心里都别扭 索性放继母来长安 继缘了继母的心愿 她们呢 也可以一眼不见 心不烦 再者 妹夫要来经应举 母亲此时入京 未尝不是想请唐舅 杨师道 从中观照 实在是一举两得 正说到此处 燕妃回来了 还亲自为姨母 奉上香茶 杨氏轻轻扎了一口 又道 这半日啊 光说我的事情了 你在宫中又如何呢 如何呢 妹娘微微地正了片刻 随即开朗地笑着说道 很好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皇帝很宠我 还给我改了个名 叫妹 妩媚 妹儿 杨氏细细地品味着这个名字 妩媚 滔滔不绝 女儿很舒心啊 吃得好 穿得好 皇上几次巡游都带着我 读读书 练练书法 皇上可喜欢我磨的蓝亭絮了呢 有一次啊 我向皇上提到 您教我读的那些书 皇上还夸你老人家了不起 能教出这么多才多艺的女儿呢 她唯恐母亲不信 转而对燕妃说道 表姐 皇上称赞母亲的话 你也听到了 是吧 是 妹儿很受皇上宠爱呢 燕妃明白表妹的心思 忙帮着袁皇 可是呢 这确实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 如果妩媚受宠的话 那又怎至于入宫七年 依旧是一个财人呢 也不知杨氏是否是真的相信 只是连连点头 燕妃拍了拍妹娘的肩膀 你不是还有好东西 要给姨母吗 这 妹娘一阵的错愕 不带妹娘说什么 燕妃已经捧出了两匹金丝之旧的锦缎 还有一盒小猪玉 瞧母瞧样地说道 这些呀 都是皇上赐给妹妹的 放在我这多日 托我派人送出去 一直没得空办 今日可好了 姨母进宫来 你呀 还是亲自献给娘亲吧 说吧 推到了妩媚的身前 妩媚 手捧紧断 胸中是又悲又喜 她哪有这些东西啊 这分明是表姐拿自己的东西 让她尽孝心呢 表姐待她这般好 岂能不喜呢 而母亲独自过日 自己在宫中七年 依旧无力周际 还要靠表姐相助 才拿得出东西 这又怎能不悲呢 杨氏连连推辞 哎呦 娘都一把年纪了 哪里用得着这些呀 你在宫中 要舍得赏赐 宫币 结好其他的嫔妃 这些东西啊 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 媚娘惭愧的 无地自容啊 她确实没有多余之财 赏赐婢女 更谈不到结好他人 无论对范云仙他们 还是对徐慧 她能付出的 就只有这个热忱的心了 可是 面对生活贫困的母亲 她只能咬牙坚持 娘啊 我有的是好东西 不在乎这些 娘男的进来 让女儿 孝敬您一点吧 杨氏 勉为其难的点点头 其实呢 她何尝不想要这些东西啊 她在长安度日 多成杨氏道的观照 可是总不能安心地吃人家吧 武士约去世 家中无三品高官 住在长安御赐的宅子 有余智之间 这几天呢 她正筹划着 在府里隔出几个小院 招几家租客 不过要办成这事呢 也得有开销 拿这些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去换些钱 正可解燃眉之急 媚娘见母亲接过东西 爱不释手的样子 颇觉安慰 可是 就在杨氏 悉心摆弄绸缎子时 一张字条 从折叠的锦缎子中 飘落在地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 媚娘仓促之间 只看清扬州二字 当即明了 原来呢 这是表姐之子 担任扬州都督的岳王李珍 进献的礼物 恐怕呀 表姐都没来得及细看 就拿过来了 李丹还在锦缎里边夹着呢 眼见露出马脚 媚娘和燕妃都很尴尬 而杨氏却泰然自若 伸手将她翻了个面 无字的背面朝上 便如同丢弃废纸一般 轻轻地扔到一旁 笑着说道 媚娘谢谢你这番好意 我的赵儿啊 总算是长大了 说吧 她又望向燕妃 感激地点了点头 顷刻间 媚娘明白了 母亲啊 是早就看穿 他们的把戏了 杨氏是何等的精明啊 当然觉得出女儿并不受宠 日子也过得并不舒心 但是她身在宫外 帮不上女儿半点忙 何必问个究竟 令女儿伤心呢 所幸她就装装糊涂 他们母女俩的性格 实在是一模一样 自尊自负 多少苦自己默默承受 却不忍心叫对方 为自己担心 母女俩善意地相互欺骗着 也善意地成全着对方的谎言 眼见五十一道 燕妃张罗奴婢 背景丰盛的菜肴 三人同坐而食 席间还算欢乐 他们都不再提彼此的生活 只是回溯早年间的往事 杨氏还聊到了大女儿 武顺 前几年呢 给贺兰家生了一个女儿 近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贺兰敏之 他们一家倒是很和睦 妹娘 微微地叹息 抱怨命运不公 姐姐的脾气 她是最清楚不过了 武顺小的时候 正赶上武家春风得意之时 父亲去世之后 他又出嫁了 娇生惯养 没吃过苦 父母纵容至极 这样的娇小姐嫁出去 不跟夫家闹别扭才怪呢 何况武家已经落寞 谁甘心一味地娇纵她呢 可是呢 武顺的命运 便如同她的名字 实在是顺 丈夫贺兰月时的官 当来当去 最后竟调任为岳王府的法曹 而岳王李珍 恰恰是燕贤妃之子 谁不知道燕家和杨家的关系 贺兰月时身为岳王下属 自然不敢忤逆 与顶头上司攀亲戚的老婆 对武顺可以说是百依百从 连小妾都不敢拿 武家三姐妹 二娘入宫苦苦度日 三娘委委屈屈 嫁了一个香绳之子 所有的福气都将老大给占了 老天实在是不公平 有声小说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